洪水来袭,有父亲被夺走宝贵生命,儿子则是下落不明 另外有民众申诉,冰城低风险,冠病中心,缓情恶劣 武统内部不和图团合作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那么大选快到了吗?欢迎收看1月10号的百个大事集 晚上好,我是景龙 水灾持续肆虐各地,日前就有一对年轻夫妻在柔佛遭遇急流 28岁的丈夫打破车窗,让妻子爬出车外 自己则是连人带车,被大水冲走 居然校整区昨天在男子失踪地点的100公尺范围 以及15尺的深沟里头打捞 在傍晚时分找到轿车,但失踪者却不在车里头 居然对今天继续展开搜救行动,到接稿时间还没有消息 在彭亨则是发生了父子移车之后被洪水冲走 58岁父亲祖卡尼不幸理事的悲剧 而连途警区主任马兹兰指出 案发的时候,死者居住的地方发生水灾 于是死者和三名孩子一同从甘榜京东步行返家 而距离停放车子的地方大约是有两公里 但四个人在回返途中遭遇洪流冲走 死者一体在昨天晚上寻货 一同被洪流冲走的23岁大学生儿子至今音讯全无 另两名分别15和13岁的孩子则已经被公众救起 接下来就把焦点转向槟城低风险冠病中心LCC 刚入住LCC人士就向媒体申诉 称自己不被当病人看待 反倒更像是犯人 并指隔离环境越来越恶劣 不止垃圾没有清理,食物不够 就连洗澡也需要在厕所里头解决 是在福罗山贝体育中心的LCC可以容纳450人 但已经住满人 刚入住该中心的民众指出 中心病床不止没有间隔 一些外籍患者更不爱戴口罩 以致他们入住的时候原本没病或已经要病遇了 最后也有生病的风险 他们也批评说在中心里头做出任何的投诉都是与事无步 针对患者的投诉 槟城环境与福利委员会主席彭文堡表示 冰州政府该做的已经做了 至于LCC的环境卫生是由卫生部委派指定的清洁公司 依照SOP达例 州政府只提供场所 他也质问卫生部长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听到患者的哭号 今年一开始的政坛风云围绕在巫统和土团 是否会在大选当中分道扬镳的课题上 巫统前资深部长纳子里接受新洲日报访问的时候就推测 191个巫统区部当中预料有150个区部 会通过在下届大选不和土团党合作的议案 由于是来自基层的要求 他相信巫统并不会和土团并肩作战 纳子里也说 土团没有基层 巫统没有和土团合作 并不会吃亏 另外他也透露了 巫统已经要求首相孟友丁 必须在最早3月在华人农历新年之后 最迟在6月开斋节之后 举行大选 至于巫统元老东顾拉沙尔这一边 则是宣布 巫统化妄生区部动议 必须在今年第一季度 也就是4月前进行大选 要是大选没在近期里头举行 巫统议员必须撤回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同时化妄生区部拒绝和土团党的合作 并希望能通过强化全民共识 来加强巫一两党的合作 倘若一党在全民共识里头 不注重和巫统的关系 则需要重新检讨有关合作 而作为吉兰丹巫统主席 巫统马张区国会员阿末·加兹兰 则是放话了 如果国民政府以及首相到了1月底 还是不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 那么他将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阿末·加兹兰在今天下午更递交了辞职信 辞去国民政府予以他的大马总有局主席职位 从1月6号开始生效 龙兴高铁项目高区之后 五国要支付的赔偿金到底有多高呢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指出 由于受到项目双边协议当中的机密条款限制 政府不能公布向新加坡支付的赔偿金额 而新加坡这一方呢 期间也还没有说明要求赔偿多少 部长是强调 赔偿本质上不是惩罚性质 而是要偿还新加坡已经花费的项目具体费用 另外穆斯达法说 尽管项目协议已经失效 但两国将在未来继续探讨 透过高铁衔接两国的可能性 最后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